Hello 大家好 我叫Ry 也叫Luro 今天我想要讲一下我非常有不爽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关于西圈的 也就是CosplaySucker这个圈子 这个圈子一直有问题我是知道的 一直以来都很多Drama 我也不讲什么 我是一个非常讨厌Drama的人 就算我有事情我是不讲的 可是今天我要做这个影片就是 有个事情是tripe到我 我不能忍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妹妹身上 就是琴妹妹 他是5岁 然后最近 也不是讲最近啊 这几个月都有被一个男生骚扰 然后他一直都不敢讲 直到那个人blackmew他 讲到去他学校找他 他跟我讲 叫我帮忙 这个男生他威胁他 这我就不讲名字啦 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去做BW了 我也答应了不要乱讲他的坏话 不要讲名字出来 他要的是Peace罢了 OK 警察我这样讲了 我没有办法 我把握他的名字 虽然有些人都知道是谁了 这个人你可以看一下啦 我会post 一大Dwish screenshot在这里 然后你们看一下他到底写什么 他对一个underage 25岁的女生讲 You are a fuckable child 我可以干你 你是一个可以干的小孩 一个可以干的孩子 我一个23岁跟一个首席在讲 我有跟警察这样子讲给他pastention 可是他讲这个证据是invalid的 因为那个男生的手机里面 已经是三万条这种变态的东西 他有讲什么 他想做一个lead mill的roleplay 就是这样子就会结一个人弄到他turn on 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 正常吗 他跟一个underage这样子讲 他跟adult是没有讲这种东西没有提的 不然一个 他不敢 所以敢去聊一个成年人 所以他只talking到我比较小不敢拒绝的人 然后我大妹妹去警局 他讲不解 警察不信哦 因为他的电话里面已经三万条 我妹妹已经log了完他 东西已经没有了 没有证据 没有办法 大概只能看如果他有 还会take action against my sister 我才能去报警 我才能做report 不然的话警察还收到什么 没有证据 没有人证 那怎样 还有什么 你们自己慢慢看 有什么 我可以放我的脸在你的胸部吗 我可以看你的胸部吗 这样子的事情 他也是有attempt去report我的sister 这个没有证据 因为当时候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在 因为其他人在场 也没有什么照片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叫那个警察去check more的CCV 他讲不是他这个area的 他没有这个全部去check 我也没有办法 这样子 嗯 大家总是去小心他 懂的人帮我去reply 什么样的是谁的 你跟他讲 因为我没有这个 我不能从我口中讲是什么什么名字了 因为我已经答应警察 说我不造谣 我不在后面讲他 让这个事情settle 他不弄我 我也不弄他了 可是我以我所知的 他还有去screenshot还是拍照 给一个女生 跟他结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讲我妹妹在误赖他 可是你讲过screenshot 这样多人已经作证了 还讲的是我妹妹误赖他 我妹妹是这个事情是昨天才跟我讲的 我是不知道 但我一早就check action了 能忍吗 自己的情人这样子 出这样的委屈 一个23岁 明明动到人就是已经让了 他还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你们在event看到他 他还会去event的 他警告我妹妹 要再去event了 他会做一点 如果妹妹去event 他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来 我不懂他具体的做是什么事情 我不懂他具体的要做东西是要做什么 不懂啦 看咯 我期待他做一点过分的事情 这样子我就可以当个朋友 你们女生的 带妹妹的 menow 18 years old 你们注意一下 这种变态 不只是华人罵了 你们帮忙注意一下这种 马来人 印度人 不要再会有什么不还原啊 还是一点点不爽不爽 这种东西 这种serious case 才值得你们的关注 有多少人出事情不敢讲的 不敢跟家人讲的 因为怕你们家人不给你去event 我反正都是这样的 有很多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你们看这般咯 那女生就是这样 你要骂 你要讲 你不敢讲这奎是你 我跟你讲 男生就是看中你这一点 不会反抗 还是这里 我希望我讲的这些 不是废话啦 我喜欢是废话 我希望大家如果是遇到这种问题 跟追寻的人讲 不要跟不管是的人讲 你现在走online认识的 你有见过面的 你讲没有用的 人家看你笑话罢了 讲了有没有用 制造drama是是是是有用嘛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威胁到我妹妹还有我的现实生活 她威胁要去我妹妹的学校去找她 就是讲 我妹妹读的是女校她进不了 她就讲会派她的女生朋友进来弄我妹妹 然后她有去找我妹妹的同伴同学 去招谣 讲我妹妹的坏话 做过什么事情 然后要弄到她的朋友全部故意她 OK 这些都是小事 对她们怎样认识呢 也是因为我带我妹妹进cost chain 才会发生的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只能带她去警察去解决 我一直以来都是 把这种drama的事情 如果是小事的话 我都坏坏坏坏的 但是这个她跑到去现实生活 我妹妹学校去找我妹妹 而且去了三次 三次了 有一次就是 其中一次她在我妹妹学校外面等她 带了一杯Tlive 要给我妹妹 我妹妹那天就刚好我家人 早见她了 她没有见到我妹妹 她就生气我妹妹说 她特地避开她 然后就开始生气她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妹妹没有告诉我 是一直不知道的 今天她原本 会来我妹妹学校找我妹妹 所以幸好我是早早就去做report 我却好参见Body station 你懂吗 很累 第一个警局的警察 她就是一直讲 是我妹妹自己的疏忽 是她自己蠢 给了她WhatsApp 给她知道她学校名字 所以才会自己拿来的 我也不能反驳什么的 的确是我妹妹天真很蠢 她是5岁 她很容易相信人 不会拒绝的人 给了她WhatsApp 在真人见面也是 不敢去拒绝对方才造成的问题 这是我承认 我是阿本家哥 我有责任 因为我以为放她一个人走 我自己也是有责任 That's why 没有办法 我必须出面解决 妹妹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始终都是家人 兄弟姐妹的责任 没有交好她 所以我妹妹的结果就是 我妹妹跟她讲了她的 Ig WhatsApp 她的学校名字 所以这个疑忽明确给了对方 对方就有机会去责任她了 所以这么责任她 她要我妹妹去train一个女生 pip down的post 就是删除一个帖 就是讲她 她给了很多女生的screen shot 讲她骚扰她的 她们放在一起 做了一个post 那个女生的post出来 然后我妹妹就通过这件事情上了女生 她就一直叫我妹妹 叫她pip down那个post 然后我妹妹要帮忙澄清 她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女生讲她自己也是有选择 可是她没有tip down 她就开始tip down 她就开始tip down 她给我妹妹三天时间 叫那个女生去拿掉那个post 然后我妹妹写post 澄清 没有这件事情 可是问题是这个 这个事情是的确有发生 也是很多monster 很多wicked team 她跑出来给screenshot 给证据 这个是事实 那个女生有没有全力tip down的post 也是她的选择来的 你没有注重你靠什么人讲 她就开始tip down my sister 去学校找她 去好三次 然后她有一次 有四次 一次就是去了wello 她们一起出去 她对我妹妹动手 她引我妹妹去B1楼下的那个escalator 摸我妹妹 有摸不该摸的地方 然后还有去这楼上地方 安静的 这些都是我妹妹昨天在跟我讲的 我也帮不到她 她没有跟我讲 她也没有这个打扰 我觉得 后天她没有我妹妹 想要去学校找她 叫我妹妹出来 她妹妹才跟我讲 所以我才去tip down 这个事情 我才知道全部的来龙去脉 我今天早上去了barline 去第一间barline 我去了三间 第一间 那个男生不要开包给我 也对了 因为我没有到我妹妹去 我是单身继续去barline的 然后我跟她讲一堆 她跟我讲 只要我们不拗她 然后不要拗她 然后不要拗她就ok了 叫我回去 ok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 因为等一下真的 去到我妹妹学校 等我妹妹上学 我去到我妹妹 她在跟我们的车回家 她就打理在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懂 她知道我们的地址 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怎样找到她 不懂的 所以我才决定去做一个report 然后我之后 她是第一个barline 带她去另外一间barline 去做report 那时候 这个女生的警察 她打了很长的唱歌声 很短 然后她最重点的 她FM logo没有写进去 我们浪费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跟她讲 她是谁聊到我们的chat 我觉得她这样子也是有缘定 所以我也没有讲 之后 发report之后 就这样的end了 她就叫我们回去 就一度杀就了 我就问她是不是这样吗 她就这样一度杀就了 所以我回去 我带她们去吃东西 下了东西过后回到家 我妹妹也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妈我们 刚刚我们做report 没有过去另外一间iBB 去那边找了 那也是第二个警察去的 那个警察没跟我们讲 那是第三间的 就打来嘛 我们讲她等了很久 就麻烦了 我们去出发 刚刚刚坐下来休息 又掉回去了 去那边 去那边 跟她讲 她那时候就讲 她已经冲破了那个男生 已经看过电话 没有这种东西 她也讲 我妹妹是照片子罢了 每次照片子罢了 她讲 我妹妹讲的都是假的 这假的需要闹量大 我妹妹不敢上学 她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去 她学校所以还不敢上学 她讲她发少不敢上学 已经很多次了 我们也没有东西 直到昨天我妹妹才敢跟我讲 其实那边讲很多 那警察看见我们的streetchot 没有用 她不是directly跟我妹讲的没有用 就算那个乌骨蛋 那个blackmule 她是跟别人讲 但是不是跟我妹妹讲 就不为例 就像她跟我妹妹的朋友 讲 她没有上她学校 怎样弄到她被学校 同学排挤 还是去弄到她每天想死 就是会逼到 我妹妹每天都会想死 这样子的话不算blackmule 因为她不是directly跟你讲 怎么还没有directly跟我妹讲 但是因为我妹妹 只blog了她的全部东西 她还去找我妹妹的classmate 我们associate media的朋友 还有家人 她在discord里面有讲到 她一直stop我 还有我男朋友的story 去看我们在哪里 直到我们在哪里 会做出一些事情这样子 这个没有正确 还讲了吧 没有办法 没有能怎样 我们只能 保护自己 警察就是给这个 保护自己 有什么事情 再打电话给警察 没有事情的话 她还骂我们 还可以讲我们report一个case policy 开假的report 她还一个是骂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evidence 我也是很无奈 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一句到底 是要我们自己讲她自己 问我们要警察干嘛 OK 后来警察就讲 他只可以 不问那个男子不要再改叫我们 他没有evidence 你就讲说他改叫了 问题是这个 之后 我们在一个report想完了之后 我们就下去 原来那个男子 在巴拉雕 我们就下去见咯 面对面 玻璃体在旁边 几个玻璃杀 他在那边打了两个小时的 我们下到去 我们也怕了 然后他坐着 他们警察就开始 就 讲啦 手游戏在我们面前 问他 不要再改叫我们了 我要的独尊 就是怕他继续弄我们 很像问我们家人 弄我们朋友 因为 他随时可以跟踪我们 我妹妹方觉得他可以跟着他回家 但是 我觉得很把他约 OK 你不怕咩 如果是你 这五岁有一个人这样子对你 我夜学校都不敢上啊 如果是我 然后警察不帮我 他就讲 有事情 COS个号码 有事情还弄脑里号码 弄抢你电话 你这样打电话 出事情过后没有 evidence 你怎么办 太迟了太迟了 我明明是五月十多号 我带他去Evair cosplay的 我这个责任 给他一个人走 给他日子到这样的人 也是我的责任 我也很内疚 因为当初的我也是五岁 就COS 我还以为他十五岁 也给他COSPLAY 他开心 他认识到人 因为想到隔了十多天 就是五月二十二号 在Akara Mall的 那个Event里面 他就认识到这个人 开始聊天 之后还好 过了几个Event之后 他就开始跟着我妹妹走Event 然后开始这样做东西 大胆了 因为可能他知道我妹妹的底细 他知道我妹妹 了解了解我妹妹是这样的人 他才敢take action 好像要take advantage 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Event 在Event的时候 他有公主抱我妹妹 他有大肩膀 我没有骂他 我的错 我没有看到我的错 我给他认识我的错 以后不回了 以后我都让我妹妹跟着我 你们在Event看到人家 这样子请你 留意一点 你给一点点关心 你注意他们 那你是不是愿意的 是什么关系 做一些好人吧 每个人的好人坏了一面 在Event不要收点坏一面给你 你要坏你实际 像你心里坏就好 你要有什么欲望 你不要发泄在你的时事上 好不好 男的女的也是 不要这样子实 他妈会来的 只要那个男的在我们走的时候 警察答案他不久 他才走 我也不知道 我怕来看到我们住哪里 找我们 来分容器还是上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做出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报仇 不知道 但以后看到他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才会知道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人 相关人士去拿他的IG 去问一下什么事情 我没有这个立场讲 我不能讲 给警察知道 我跟别人讲 我也死的 我不是特别要这样子 绕圈子的 OK 集圈就是这样子的地方 你讲没吗 你讲这个圈子好吗 有好有坏咯 有好人有坏人咯 有正常的有不正常咯 我觉得不正常的多一点 可是有什么办法 我们触发点字 我们自己才最清楚的 你要红 你要 你要犯罪 你自己最清楚 你要什么 我用总文来解释 是因为我知道 新权里面 大部分人都是讲总文的 因为那些conversation 那些screenshot都是英文的 我看到 这些事情发生 其他人发生在其他事情 我也爱莫忍住 因为他们没有去做report 警察就是这样子讲 只要他们不做report 就不能take action 现在只能问他 不要靠近我妹妹 以后再靠近咯 我就可以去发个report 然后真的是 当复他 上马卡玛 跟他打官司 我怎么做到这样 治愈吗 你们觉得治愈吗 如果是发生在里面车站 你会觉得怎样 我不懂你们啦 我不懂你们是觉得小case是什么 我不能 这个男生23岁 他对一个15岁的女生 甚至是跟小的女生 20岁的女生去出手 下这个手 哦对 他自称是OKU的人 他说他自己是OKU 讲他自己是autism 我不知道啦 他Being so aggressive 我不知道 他也没有去过他的OKU卡 他刚才在警局也没有讲过 他自己是OKU 讲的 都是非的 都是讲天话的 有证据 有证据 警察局就是这样 马来西亚的都是这样 有证据 没有办法 做不到什么 你一定要证据 出事你也要证据 他摸你你要证据 什么鬼 当常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要拿证据出来 他要等我下次 我妹妹发生事情的时候 才去做个report 他才能 take action 现在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这样 就是在这点 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 警察也只是问他 不要再找我妹妹 然后我妹妹也 以后看到这种人 不要聊 不要离 lock掉 他就没有机会给改装你了 这个是对的啦 因为 不要讲西圈 在外面你被人改装 你也是这样的 你不要理他 整人他要改装你 你原理他 他在以问洞里 你大神 大神喊大神叫 大家去叫朋友来 不要 不要 不然你辞了 你没有证据 就这样子不了了之了的 现在全部西圈的 我知道都是比较年轻的 新的一代 两个 两年MCO 没有Event 没有出去 没有Social 只能在Social Media 活跃 都比较少出去Social 我明白 然后大家难得出回来的时候 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什么 你们去的 要怪力父母 没有号召 怪孩子叛逆 不停 还是怪那个男神 感到 怪谁 怪谁 只能怪你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 我在之前 15年到现在 7年 新鸟鱼 也不是讲完全没有Drama 发生过 那种 还不还原 不要讲 有没有遇过摄影师 还是路人变态 还是COLS变态 我都遇过 都遇过 你又能做什么 人证物证没有 你只能保护自己 你看这个CASE 我妹妹这个CASE 她想要用ADOUT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要我妹妹开帖 澄清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所谓的ADOUT的 解决是这样 但是 不要来 我妹妹也跟她道歉了 我不懂她要什么 我也不懂我妹妹中要道歉 那她骚扰她 她就是看到我妹妹弱的样子 去赤着她去压着她 那看死你不会反抗 你知道吗 你有一次就有第二次老了 她会得寸进尺 牺牲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 因为谁都可以进来 外面的机会认识的人 全部进来是没HANDING 是不是最容易 DUNCAP人的一个地方 来回场 一个EVENT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简直是一个HANDING GROUND 你很容易认识人 拿人家IG 拍人家照片跟踪人 什么都可以 现在有这样多EVENT 也不是一个好事 人家有更多的机会犯罪 你又阻止不到其他人 你只能保护自己 EVENT 就只是一个专潜 现在越来越商业化了 我知道现在大家很火热 有EVENT就去 甚至去BOKHOTEL 去STAY 但是你喜欢啦 遇到坏人的吉利也是比较到 你以为是好人的 有一天会烦脸 你会因为别人听到你的谣言 而讨厌你 boygod你 讲你 然后你就开始对集权有阴影了 你就慢慢开始退权了 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看太多Drama 开始潜水 开始不惨人 不认识人 除非你一直保持着 一个中立的状态 没有人都不光 就假好人 你坏人也讲好话 你好人也讲好话 你不要get involved 那你就没有事了 你能做到这样吗 你要不被人讨厌只有这个方法 还有你不红 就不会被人讨厌 你边缘一点 你不要一直想要红 你不要一直 想要什么N做嘉宾 卖你的周边 如果你要往这方面发展 就没有办法啊 你的choice啊 就是小心哦 你要做到 不要理别人 不要来压别人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就是 我们给的advice 小小带过吧 很多都 不管你的事不要多嘴 这是最好的生存方法 大概就是这样 好